今天下午在1點4時3分的時候 空軍第五聯隊少校飛行官葉廷 在實行飛行任務的時候 不幸在新北市瑞芳的五分三區發生了墜毀 那目前相關的原因正由空軍的飛安調查小組 在實施調查見地之中 我們在現場看到很多的飛機的長海 我們也發現到空軍飛行員的少校的監視 他的抗擊的燒毀的抗擊的衣服 經過空軍的這個監視小組 我們可以鑑定是五彥艇已經殉職 那為了考量我們搜救人員的安全 在今天晚上八點之後 我們會暫停的一個搜索 到明天早上天亮之後 我們會立刻展開全力的在一個搜索過程 以上是一個簡單的報告